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1年4月11日 周日晚上的8点40分 咱们知道现在整个的QE财报季 已经拉开帷幕了 从下个星期开始 将会有更多重要的公司和行业披露财报 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金融行业 所以今天咱们把一些金融的重要个股 进行一下点位的更新 因为有很久没有说它们了 另外今天还会谈到几只个股 包括像微软 RKT88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近况 好 我们首先直接进入主题 简单看一下今天的期货的开盘状况 指数的期货这边今天都是一个小低开 还不是特别的严重 也没有看出特别明显的一个趋势来 现在的正常的一个走势中 暂时咱们就不管它 因为明天到正股开盘交易的时候 还有很长时间 好 咱们来看一下关于 一条微软的最新的消息 在微软是在周末的时候咱们看到 有一则消息是关于微软收购的 实际上微软在从去年到今年 一直是陆陆续续的有各种各样的收购消息 那么微软的股价实际上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收购消息的一些影响 当然之前的一些收购的预期或者说是这些案子 它的金额也不是说那么大 但周末的时候咱们看到 微软这边是传出来 可能会去收购这家公司 就是NUAN 收购这家公司 它是做语音识别的 是整个的语音识别行业的 算是一支也是一个龙头股票 那么这个整个的一个收购预期 说是双方正在谈判 有可能是在周日宣布 有可能是在周一宣布 但也有可能谈判破裂 但是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说 这个谈判整个的金额大概会有160亿 就是股权价值 价值160亿 那么收购的价格 可能会是一个溢价收购 现在咱们看到NUAN 这边是45块5毛8 如果按照现在披露出来的 可能会达成的协议 那么收购的整个的价格会达到56块钱 那就相当于有一个非常大的溢价了 所以很有可能咱们今天 这个稍晚等到明天开盘 盘前的时候会看到NUAN这边可能会大涨 它这个消息的刺激下 可能会大涨百分之几十 那个时候其实你想追 可能也追不上了 毕竟这个消息是在咱们说 没有开盘的时间公布出来的 那么后面你涨上去了以后 如果你去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就是如果谈判破裂 发现最后不收购了 OK那价格又跌回来 所以这就是一个风险 如果你之前就埋伏了这只股票的 那么可能会恭喜你 那么可能会在周一的盘前的时候 能出现一个比较好的涨幅 所以这是NUAN的一个状况 另外对于微软的影响来讲 如果这次收购是160亿的一个价格 最终能够成功的话 对于微软的股价来讲 它是短期上肯定是一个财务上的 一个利空表现 但是对于长期的业务模式上 肯定是一个利好 也就是一个短空长多的表现 那么从微软本身自己的股价来讲 它是一直在缓慢的 稳步的爬升的 平时也没有超出溢价太多 也没有跌出溢价范围太多 所以如果你想投资像微软这样的公司 就是如果市场有给到回调的机会 你也是准备做好长时的准备 去缓慢的去低吸它就可以了 那么下方就是这些支撑 两个位置 我进行了一下简单的更新 点位变了一点点 232到242和201到218 如果因为收购的消息 价格往下掉了 最后收购成功了 对吧对它短期是一个财务利空 那么价格能往下掉一掉 掉到这些范围之内 你是可以去拿的 作为长线来讲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于微软这支股票来讲 走得非常的稳健 基本上就是可以 你可以拿上很多年拿到退休的这种股票 好这是简单的把微软的消息 和大家进行一下更新 然后我们要重点来看一下 几个重要的金融股 金融股像我这里列出的 包括下摩根纳通高盛MS 美国银行 富国银行等等 都是在下个星期 周三到周四周五这几天 会去陆续的披露财报 所以在最近的一段走势里边 咱们看到 自从二季度以来 整个的涨势是气势如虹 中间经过很小的一段回撤 随后就是一路是高跟猛进 并且持续的在高位盘整 下跌的欲望也不是特别的强烈 所以市场中实际上对于整个的 银行的股票来讲现在的价位 或者说现在的买入价 几乎是已经把预期打得很满了 咱们说预期的增长来自于哪里 曾经在Q4季度财报的时候 这个位置当时出财报的时候讲过 来自于坏账的损失波贝这一块 这是它可以 这是从去年到今年 它因为之前 由于市场有较大的风险 放了较多的资金到坏账损失波贝里边 然后现在风险解除了之后 它会从里边拿出来 就会变成一个正的一个盈利 这个盈利从财务的表现上看 就会出现这种利润大增 EPS大涨的情况 所以整个就是这样的 你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账面上的 一个游戏 但事实上炒股本身有的时候 你炒的就是它的账面上的一些状况 所以它现在整个的价格 这几只股票都差不多 咱们要看什么呢 其实要看在未来一段时间 这几只股票的一个发展模式的变化 就是你可能会从这些股票里边选择哪些 如果想做银行股的话 咱们之前讲说市场特别好 股市特别好的时候 咱们做什么呢 可能做投行对吧 做投行比较好 为什么呢 做投行因为投行这边它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市场中有很多的机会 这些投行的一级成销商 二级成销商 它即便是去做像IPO这样的业务 承接这样的业务也能拿到大量的佣金 所以业务上肯定有保证 那么现在咱们看到市场整体的炒股的热情 或者金融市场的操作热情 是显著要降低一些的 至少没有说持续增长了 和之前持平 或者是略微有一点点变得平淡了一点 所以从这点上看 包括IPO的进展上也不是很顺理 现在整个 那么这点上看 市场可能现在更强势的 也许会出现到什么呢 出现到以信贷业务为主的 比方说像美国银行 或者像富国银行 WFC这样的股票上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咱们说炒股投机 或者说市场的火热 都是一阵一阵的对吧 但是我们说经济复苏里边 做信贷业务的公司 会从什么上面拿到好处 就是从企业的增长 就是企业的信贷上 现在还是一个低律率环境 那么企业复苏要生产要投入 它会有更多的信贷 会有更多的借款 那么这些借款实际上便宜了谁呢 就是便宜了这些以信贷为主要业务的这些银行 他们的业务会变得更加的稳固 那么它以信贷为主的银行的业务周期 它会一直持续到加息之前 因为只有明确的确定了加息的预期的情况下 或者已经进入加息周期的情况下 才会导致整个的信贷趋紧 那就是大家的信贷的信心 或者额度 或者银行的政策都会收紧 会影响他们的利润增长 所以从现在来看 这几家银行 JPM GS和MS 都是倾向于投行业务 像BSC WFC是更倾向于在信贷业务上 所以在这块上 可能咱们后面还需要多多的观察 BSC和WFC的一个表现 这两只股票也是已经涨得非常的高了 也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说 把整个QE财报的预期打得很满 另外如果从一个长线的角度上来考虑 现在这几家银行怎么去看待呢 根据现在的很多的市场 就是根据业绩预估 预计是在明年后年 或者未来的两年到三年里边 预期这些以信贷为主的银行 可能每股收益就是EPS 年度会增长大概是20% 那么如果你两年来为计算的话 平均每年能增长20%的情况下 实际上你要是反映到股价上 它是一个符合增长 那它的股价就有可能会增长 就不少了 30% 20% 30% 甚至到50%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这是一个很乐观的情况 但是我们说银行股现在整体的PE 其实不算特别高 不论是你现在的这种 这种追踪的适应率 还是未来的前瞻的适应率来讲 都还算是比较的稳定 唯一的就是他们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 大家要去抓这个周期 如果想做银行的 那么还是可以等到回撤的机会去做一做 因为银行这边 从这一次的危机去年到今年来看 银行这边其实这一次其实是获益的 或者是获利的 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冲击 尽管之前比较紧张 但是由于美联储的比较大的一些支持政策 实际上银行这边还是吃的非常的饱的 所以显得也比较的稳固 所以这几家银行在下个星期 要披露财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看 到时候有没有在财报完了之后 这个价格由于已经被炒上去了 符合预期 然后市场会被卖一波 然后再去寻找这种长线去做银行的机会 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 那你没有办法 你要去在市价这边买或者追高买 你就只能买它业绩增长的预期 以未来的一到两年去看待了 并且要实时的去关注 美联储的一些货币政策 所以我把这几个点 我要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 GPM这几个点我进行了一下更新 Q4的估值这个地方是上个季度的 那么很显然现在都是抄的 因为现在的业绩 从坏账损失拨备这边能拨过来很多 那么这个估值能不能够守得住 现在156项这么高的价格 财报之后就能见分晓 它是会还是会继续维持在高位 还是说由于预期增长 现在已经被打进去了 而且已经高估了 它出现回调 咱们后面几天财报就会知道 但是下方这些位置上 是有属于有筹码支撑的区域的 你要是想买技术面的 可以在下面这些地方都可以去布局 我下面最下面最低的支撑 都是目前这几个银行都是一样 都是属于有大量的持仓成本在这个地方的 就是基本上是属于 你也可以考虑为是大资金的 一个主要的获利的成本区间 都是在这个区间 108-120 离得非常的远 都是有个大的几十个点的一个获利了 好 这是高盛的 这是GPM的价格 然后是高盛 高盛这边的几个位置 这个估值也是上个季度的 然后现在是下方的几个支撑 我全部都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更新 大家现在可以自己去拿一个 这个记一下 笔记一下 或者是你截图一下都可以 这是高盛的 同样下方给的都是技术面的支撑 至于财务的基本面 现在都是属于和Q字相比 肯定是属于这种高估的 但是我们要看一季度的财报 一季度财报如果匹配的话 那么价格可能波动也不会特别大 好 然后是MS 情况也差不多 现在也是一个高估状态 然后下方的技术面的支撑 在这几个位置 很显然咱们能看到 我最下面给的这些筹码的获利区域 和他们的市价相比的话 都是市价持有这些筹码的人 都是大幅获利的 在银行业上 好 BSC BSC这边 这是上个季度的估值 和现在也是跑的特别的远了 中间几乎没有回调过 你看是一路的是非常陡峭的上涨 这种陡峭的上涨 其实是风险挺大的 如果你去追 风险真的挺大的 好 下方的几个支撑 都在这些地方 支撑有强有弱 总之你要想买支撑 买技术面 你就得用较轻的仓位分批去买 属于这种左侧的一个买法 那么最下方他们的筹码是在27-29.5 也是离的比较远 WFC这边的估值也是上个季度的 现在也是离的特别的远了 现在最下方的支撑是在22.9-25.7的地方 也是离的非常的远 获利非常的丰厚了 在WFC上很多的筹码 所以这是对于银行的一个看法 那么说到银行 我就不得不提一个 刚才因为提到了银行的信贷业务的 BSC和WFC 那么其中就要提到一个RKT RKT是曾经的一个网红股 对吧 其实现在还是个网红股 如果你去WSB的论坛上去看的话 会发现 它还是里边讨论的非常多 还是很多人在讨论RKT 那么RKT怎么去看待 首先RKT这边目前它本身是有估值的 19块钱到21块钱 是它目前的业务模式下的一个 非常合理的估值 市价离的不算特别的远 同时它的主要的筹码的支撑区域 就是在19块到22 而且由于RKT在这个位置 横盘了非常的久 我们看到没有 在这个地方大概20多块钱 然后是20 20几块钱 21 22这个位置 横盘了很久 所以RKT再加上一个情况就是 刚才我们讲到了 有可能信贷业务 因为RKT很多的业务模式里边 包括像房屋销售 就是对于住房的贷款问题 住房现在全球的市场 北美的市场怎么样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对吧 这个信贷 大家买房子都跟抢疯了一样 都跟不要钱一样 那房子感觉都跟买白菜一样的买了 恨不得都这样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 他们的盈利能力上 有可能会在整个的QE季度 目前财报的预期是增长 是小幅增长 就是目前QE的财报是小幅增长 市场的一个共识预期是这样的 但是会不会出现一些意外 比方说出现了一个大幅增长的情况 因为鉴云它最近的股价表现得非常的平稳 既没有跟着市场之前连续的大跌 也没有和银行一样连续大涨 走的就是那种非常谨慎 没有被什么人拿出来爆炒 这个反而对这样的股票来讲是好消息 就是没有人去爆炒它 很好 再加上RKT这边做空的人也变少了 RKT现在的平均的做空的 截止到上个周五 应该是在这个周五 应该是在13%左右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的做空的股票应该是13%左右 做空的保证金的利率也不是很高 比正常高一些 正常是在0.35% 它大概是在0.5% 属于一个做空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比3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做空的人要少多了 现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要想让它去嘎空 那肯定是可能性不大 但是在这种做空少的情况下 它正常的按照业绩上涨 是不是能提供一种想象力和可能性 所以我这里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持有RKT的朋友 那么你有可能会在一季度的财报季 特别是你要先看银行 这几个银行的 特别是美国银行和WFC这边 他们在信贷业务上的增长情况如何 来去推测和预判 RKT有可能会出现的财报中超预期的表现 我们只能这么去判断它 那么RKT的财报会在5月份才公布 5月底才公布 它比这个银行都要晚 晚差不多 要晚将近一个月左右 所以我们只能去推测它 有没有可能在银行的财报出来之后 它可能会被市场再次拿出来炒一波 如果对这些已经持有RKT 可能被套住的朋友 你现在可能就会存在一定的 能够往上去帮你去减少损失的机会了 但是这只股票现在是有业绩支撑的 不能算是科幻股了 只是说之前由于被炒得太高了 网红股炒得太高了 加上嘎空等等一系列的情况 炒到了41块钱 这只是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银行的财报 来去推断RKT的一个状况 通过这么一个思维方式 那么至于你想买技术面 那就只是19到22这个区间 你就拿一点买技术面 但是如果破了19往下走的话 那你就要止损了 我这么说 相信大家就要明白了 如果你是买的一个长期的价值上的 长期的投资 你也可以买在估值区间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旦出现了业绩变差 或者持续走差的情况 或者出现了其他的一些财务上的利空的情况 它走估值也会降低 所以买的是什么 买的技术面 买的支撑 你买的是哪些可能性 大家心里清楚就行了 好吗 这是RKT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 跟大家做一个更新 好 还有一个是大家可能问的比较多的 就是关于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我这么说 阿里巴巴由于在最近 是已经出了行政处罚的罚了款 对吧 罚了款很多朋友会说 它的事情是不是结束了 从政策面上来讲 我一直在说 政策面的东西我是没办法判断的 而且我也不想去判断 政策面它到底是什么样 但是我知道一点的是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如果你看不懂或者你看不明白 你愣是要去猜它怎么样 那么显然你是在和自己进行一个博弈 或者你在跟政策面进行博弈 或者是跟预期进行一个博弈 我只能告诉你的是 阿里巴巴目前在这个情况下 政策面我管不着 或者我也猜不到 但是我告诉大家的是 在现在的支撑 技术面支撑和估值水平下 它现在实际上低 是一个低于估值的运行状态 它现在223 它的估值是29到322 它是低估值的 这首先是被低估的 从估值上 这是我告诉你 第二个是 它从支撑的水平上 在下方的这三个区域的支撑筹码 是非常密集的 密集什么意思 密集就是有大量人的成本 在这个区域 如果这些区域不跌破 那么这些地方就会变成一个 非常强有力的支撑位 支撑股价在这些地方起稳 并且有机会在未来的政策面的 彻底利空出清的情况下 能够去进行一个上行 这是它有可能会走的一条路子 所以如果你非要说 把阿里巴巴明天涨不涨 消息出来之后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些地方 如果你想从长池阿里巴巴的角度来讲 你可以考虑去做一做 你可以考虑去做一做 但是它能涨多少 怎么涨 我是真的不知道 因为政策面的东西 它今天处罚完了 要明天又搞一个别的东西 又出一个什么 新的一些条例 对它上上更多的紧箍咒 影响它未来的业绩增长 对吧 这个事情我们说 很多时候咱们的投资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抵御A4纸的影响的 大家知道A4纸是什么 A4纸就是政策 一出一个政策 一个红色文件 啪一摁上来对吧 那都是一些我们无法预知的风险 所以你能看得到的就是这样的 压力250到273 你即便看它上行 压力就在这摆着 你就自己去算一算 盈亏比合不合适 就是你愿不愿意用一部分的资金 去打所谓的一些预期 或者说未来消息 利空消息出清之后的一些影响 我能给大家的建议 或者说给大家的一些参考 就只能给到这了 但我个人是没有参与 A4的任何的投资的 包括连期权我都没有做 好吧 所以这是我告诉大家 因为大家很多朋友在问这只股票 平常讲的不多 我这里有最新的消息 我就简单的带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请大家多多的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 咱们就下期再见